在生活当中我们与人家互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为了要服务对方 我们很有效率的提供了一些方向解决方案 可是对方却无感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如果有的话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很没有意思 如何把它变得有意思呢 我们今天就用本身的一个例子来与你分享 嗨,你好,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叫游泳记 欢迎来到生活有意思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方向是 在人际互动中 如何在恰当时机运用善意假动作 哎呦,假动作 这个假动作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场篮球比赛或者是足球比赛 或者是球类活动 只要有互动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假动作 假动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 人际互动当中 我觉得如果要变得更有意思的话 哎,在恰当时机 也要运用一些善意的假动作 这个假动作的目的不是要操弄对方 我觉得假动作的目的是要安抚对方 生活上我发生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要买椰子汁 当我去到那个档口的时候 我跟老板说 老板请给我一颗椰子汁 肉,椰肉不要 椰肉不要,我只要存汁 所以请你帮我挑选一位比较多只的椰子 哇,这个老板很专业 他瞄一瞄 他的椰子,然后顺手就拿起一颗椰子 砍了几下 椰子汁到处来交给了我 你猜猜,这么有效率的一个交易过程 身为一位顾客 如果你是我有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像我当时那样怀疑 哎,老板啊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我要椰子多的 你怎么认定这个是椰子多的啊 所以你看老板很有效率的完成了他的工作 可是一个顾客却没有感受 或者是有一点怀疑 变成了一些反效果 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过程呢 变得更加有意思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是老板 也许我会这样子做 听了顾客他的请求 我就看一看我的椰子 然后顺手拿起一颗椰子 拍一下 放回去 再第二颗椰子 再放回去 第三颗椰子 放回去 然后 你猜怎么着 我就选其中一颗 砍一砍 再完成这整个过程 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 你看你是一个顾客 你看见我这样子做 会不会觉得 哎,这个老板好像是蛮厉害的 他的确帮我挑出一颗椰子之 比较多的椰子 是还是不是 是 你看整个过程当中 从没有意思变得有意思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老板呢 刚刚那个部分 第二次的示范 我是做了一个假动作 而这个假动作是善意的 为什么我不要像第一个老板这样 直接拿起来砍了就交给顾客 因为顾客不太相信呀 对啊,是不对 因为我们太快完成整个环节呀 所以呢 任何的付出 任何的服务 如果能够加上时间 因素就不一样了 如果任何的服务 把速度放下去 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可是加上时间 慢慢来 拖卖一点点 那感觉就来了 顾客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这就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生活上面 为什么要慢活 有的时候慢活的人生 才有意思 还记不记得上一集谈的 叫做浪漫 浪漫还记得是什么吗 浪费时间慢慢来 生意做不完呢 可是比较重要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一个顾客他喜欢我们的交易 下次他会回头 叫做引课回头 甚至 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他也许还会做分享 诶 那不是很棒吗 所以啊 慢有的时候反而快 慢慢来 比较快 诶 这样是不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 是的 你看 如果一个顾客看到老板在拍那个椰子的话 他会产生什么样那种感觉呢 第一 他看到我们的用心嘛 是 所以老板要做的一个事情 或者服务者要做的一个事情 叫做多走几步路 至少多走一步路嘛 你直接拿起椰子来砍一砍交给顾客 跟你拍三次 花多少时间 可拍三次可能花一分钟 可是拿起来的话很快 效果不一定会好啊 所以呢 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用心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多走几步路 或者是多走骑马一步路 再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他感受到我们在意他的事情啊 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发觉到我们跟那个 逝者 waiter 跟他讲说 我要的这个饭菜 需要什么 少油少圆 少味精 他们听到好像没有听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讲 可是如果那个逝者 他说哦 先生 你要的就是少油少圆 少味精 是不是 好 我特别会跟厨房交代一下 如果他多复述 回讲一遍啊 多复述 你看顾客是不是看到 能够感受到他的请求被得到满足 即使到时候不能够满足顾客 顾客也会讲说 哦 是 刚刚那个逝者都已经回应我了 他已经知道我的一个想法了 可是来自这个样子 不关他的事 所以他会放过那个逝者 对啊 这不对 对吧 再来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看见我们的用心 第二看感受到我们在意 第三就是什么呢 他也是一个感情交流的过程啊 举例 第一个老板 第一个示范就是拿起那个椰子来 砍砍砍 然后就把那个椰子交给客户 第二个是拿起椰子来放下去 拿起椰子来放下去 拿起椰子来放下去 这是三个动作对不对 可是如果这个老板会做的话 有人情味的话 他拿起一个椰子来 还有表情 放回去 再拿起来 又不一样的表情 第三个 又不一样的表情 然后放下来 然后他不选 他就请顾客 顾客 选一课 叫顾客选 哈 这就是什么呢 心情的互动嘛 你看我们的 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不是只是 用物来换钱 用钱来买物 不是 我们还有心情的互动 哇 这个生活不是很有意思吗 哎 多一点点的动作 假动作可是是善意的 请那个顾客来挑 我刚刚选了这三颗椰子 你要挑哪一颗 顾客一挑了以后 嗯 这一颗 你讲这一颗的话 拿起来再砍 哇 顾客佩服的不得了 他说 嗯 你这个椰子老板 太厉害了 好 下次再来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我今天要讲什么 我不知道你明 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 生活其实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地方 可是我们做的没有意思 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 KPI OKR 都是这种效率效率效率下去 生活有的时候 它有效率变得没有意思 不要相信我讲的话 你自己去思考看看吧 我想这个这个内容 就让你去好好的去 哎 再去咀嚼一下 看看有什么意思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你订阅 然后顺手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我在发布内容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提醒 再来请你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一两位好朋友 让他们也感受到生活有意思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忆 叫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